黑子聊四季甜甜ACG 今天要來介紹的就是 四季帝國四新的DLC 蘇丹的崛起的新內容 那在官方呢 這邊前面釋出了 日本跟敗戰庭的資訊內容 那黑子會即日的介紹 後續推出了預告片之後 又有哪些新的確定的資訊 那除此之外呢 黑子在影片的最後呢 也會分享一個回饋觀眾的活動 那記得影片要看到最後哦 四代開放觀眾遊玩時間是11月14號 台灣時間是11月15號 目前開放預購 由於本次呢 在四代新DLC的推出 日本跟敗戰庭 這兩個新聞名 引起了既有玩家的討論 然後也引發了許多新玩家的加入 黑子這邊整理了十個 新玩家或是老玩家 可能會問的問題 第一個多少錢何時推出 價格是台幣398塊 不管是Steam還是Windows商城都是398塊 如果你有購買XBOX跟PASS的話 可以再折扣40塊 何時推出 11月15號開放遊玩 目前可以預購 DLC一定要買嗎 可以不用買 如果想玩世紀帝國4 只需擁有主程式即可 那預計在推出的時候 四代的主程式也會有相對應的折扣優惠 如果沒有買主程式 一樣可以遊玩 只是你就沒有辦法使用新DLC的文明 或者是裡面的一些劇情戰役是沒有辦法遊玩的 所以2跟3其實是類似的問題 新手加入的建議是還是先買主程式就好 不用太急著買這個新的DLC 把主程式內容玩得差不多了 再來買DLC也不遲 如果經費充足的情況下當然是通通給他買起來 第五會有幾個新文明 只會有2個新文明 另外4個是文明變體 後面等一下會提到 有新戰役嗎 有的 總共會有8個歷史的戰役 有新地圖或生物群落嗎 有的 有10張新地圖跟2個新的生物群落 什麼是文明變體 後面等一下會解釋 對於比賽的影響 這邊指的是最近在下半年 世紀帝國4經常作為主辦方的EGCTV 他們在下半年推出了一個Cold for Alms的大型的賽事 然後剛好會撞書單的崛起DLC的時間 所以後續的文明詞變動 我覺得其實會影響蠻大的 在這部分的話 其實我覺得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DGC會怎麼去設定文明詞 因為文明變體算是一個相當特殊的一個存在 或者是它是一個平行時空的這個文明的變體 那這樣要怎麼去算這個文明 或者是像之後Roger在11月會去辦台灣的2v2雙魚杯 後面這些文明怎麼樣去設計 讓這個可看性高 然後不會出現一些兩個 一個是神羅本體 一個是神羅變體 然後這種情況 嗯這個可以 我覺得可以再評估跟討論看看喔 那最後一點是觀眾跟老玩家最常問 但是一個沒有一個官方具體回答的答案喔 日本跟蘇丹的關聯個人是覺得沒有關聯 但是有一些玩家是調侃說 這些在日本的大明啊 其實某種意義上跟蘇丹的定義也蠻像的 所以他們又稱為什麼日本蘇丹國吧 好這是官方在預告片的一些截圖 這邊就不放官方預告了 因為相信大家都已經看過了 首先會有新的歷史戰役 兩個新文明 四個文明變體 十張星圖 跟兩個新的生物群落 那接著是不懶的懶人包 就前面有十個問題 那這邊整理了不懶的懶人包 就如上面所示 再來是獎勵的部分喔 前面上面都提過了 獎勵的部分呢 大家基本上就可以看到 像是頭像啊 稿籤啊 還有那個TC中間的裝飾品 大致上就是這些 然後再來就是文明平衡 我們可以預期說 在新的DLC推動 文明平衡也是必定會贏來的 新的戰爭藝術呢 黑子個人覺得也相當有可能性 會跟著一起推出 尤其是海戰的部分 我覺得在這個新的戰役部分呢 他其實有強調說 本次的歷史戰役 會涵蓋到很多海戰的部分 所以個人推測 戰爭藝術 應該也會有跟海戰相關的 或者是跟新聞明 日本敗戰庭 新聞明相關的戰爭藝術 那接著是新聞明的部分 那在前面擠牙膏的時候 我們都已經知道說 官方會推出日本跟敗戰庭 本來黑子預期說 他們是要用這兩個文明一直擠嘛 但其實在前面 Steam他們上架這個遊戲內容 還有一些 我們看到的一些遊戲的一些 釋出的新的圖片 我們大概可以推測說 除了日本之外 肯定會有其他新聞明 像我們在前面的影片就提到 可能會有敗戰庭 那這邊黑子也有猜 可能會有比如說馬木魯克啊 或者是其他的中亞新聞明 那當然不太一樣的是 他這邊用的是文明變體 來取代了這個新文明的概念 實際上的全新的文明呢 總共只有兩個 就是日本跟敗戰庭 這邊全新文明的定義是說 這個文明是 不管是村民基礎的 經濟軍事建築物跟所有的單位 全部都是重新建模 並且有自己獨立出來的 經濟系統跟地標 那日本是這邊這一次 新的DLC發布最早被確認的文明 那裡面的單位也充滿著 從吃力帝國系列 或是不同的 是類似的策略遊戲中的單位 所以大家應該都很熟悉 那另外他也有 具有特殊效果的經濟建築 再來是敗戰庭的部分 敗戰庭在新的這個 官方推出的照片修復挑戰 推出的確認的這個新聞明 他在投票跟資訊呢 是發布的第二位 可能會有重假傭兵單位 並且他的飲水槽 跟類似三代的末方 可能會是敗戰庭重要的經濟建築物 並且在城市規劃上 會相較目前現有的文明來說 會更為複雜 那這邊有稍微提到投票的部分 那其實在2021年的時候呢 一位玩家在這個 官方論壇上呢 發起了投票 那其實投票數量 其實相當的具有參考價值 2000人投票 個人覺得是 真的是還算蠻多的 那首先日本是最高票 再來就是敗戰庭 所以這一次剛好就是這兩個 最高票的文明推出 好像也沒那麼意外 只是剛好在特別挑了 這個蘇丹的崛起 本來有可能是 其他票數跟敗戰庭比較接近的 那我們把他同捆包在起來 變成蘇丹的崛起 啊沒有想到是 日本跟敗戰庭一起包一起出 可能是因為 熱度下滑的太多了 所以才導致製作組 他們必須為了整個遊戲的經營 他們必須儘快的把 遊戲的人數 玩家數量再重新 帶起來 這邊是官方陸陸續續釋出的 幾張日本的圖片 首先一開始是鳥局 這個人覺得真的是 不是很合理 那不合理的點 我在我的社群貼文有跟大家討論 再來是大家熟悉的 日本忍者 日本的馬公 劉迪馬 這個是一個女騎手 或說是一個女性騎士 所以他應該是從弓箭場來訓練的 這個是日本的重甲單位 當然也很 有點吊詭啦 在這個 馬的頭上面裝了一個像龍 又像鹿又像麒麟的腳 真的有點像是 歐美玩家或說歐美製作組 對於日本的一個算是比較刻板印象的感覺 然後這張圖也蠻有趣的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騎兵單位 還有後面這些步兵 似乎有一點點 若有四五的金色的光環 那可能是一種潛在的buff 可能跟地標有關係 可以看到他們背後的這個騎士呢 並不是家輝 而是他們兵種本身的特性 例如像這個 應該是武士單位喔 就配了一把刀 下面這個一個圓圈加一個槓的 這個應該不是什麼扇子之類的 應該也跟與日波家族可能沒有關係 他應該就是個長弓兵的單位 就應該看到他手上很明顯 拉了一個長弓 前面就是很明顯就是剃刀騎兵 日本的重甲單位 只是他這邊放的是拿刀的 不確定是不是會有兩種不同的騎兵 一種是拿刀的 那一種是拿這種剃刀的 不確定 反正馬有兩種嘛 一種是輕的一種是重的 看他要怎麼歸類 或者是其實根本就是同一種單位 那接著是奇觀的部分喔 這邊可以看到就是日本的奇觀 非常大一棟 其他部分 其實並沒有透露什麼太多的資訊 後面這個看起來應該也是 可能是類似城堡的建築物 再來是敗戰亭的部分 敗戰亭這一張是照片修復出來 得到的新資訊 首先中間這個 特索菲亞大教堂就是奇觀 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 再來是這個像末方的建築物 其實裡面有村民在工作 旁邊的飲水槽也象徵著 敗戰亭的獨特的經濟建築物 所以在一個新的預告片裡面 再次看到了這個像末方的建築物 可以看到地圖上有兩棟 注意喔是有兩棟的 所以他其實是暗示的說 這個建築物是需要花木頭 可能數量還不少 可以讓很多村民在裡面工作 那在這個基礎上比較接近的 可能會是世紀帝國3裡面的末方 可能會是這樣子 那也可以看到說這個地圖呢 地形非常的詭異 你看好像接近像是懸崖梯度的變化 這一張應該是一個新地圖 並且也可以看到這個敗戰亭的獨特經濟系統 或者說獨特的經濟建築物 淋水廠 並且有一個蓄水池 那這些建築物的設置跟擺放 我覺得應該都有一定的規律 所以在後續敗戰亭會對玩家來講 他的城市規劃會變得更為重要 這邊是另外一個角度 那同樣可以看到說 確實有村民在裡面在工作 到文明變體之前呢 我們先來聊一下歷史戰役 首先一開始在Steam剛上架 發出的一些新圖片之中呢 就是左上角這一張 有一個人在外面看著海上開來的大批軍隊 主角的視角呢 是放在中亞這一塊 也就是這邊的蘇丹的國家 這邊其他的圖片呢 就是來自新的預告片 所釋出的歷史戰役的截圖 全新的單人戰役劇情呢 會發生在十字軍東征時期的中東 我們將會扮演抵抗入侵的穆斯林角色 並且跟隨這些著名的首領 體驗他們的故事 對抗聖殿騎士團 醫院騎士團 還有條盾騎士團 還有他們的宿敵蒙古人 可以說算是父輩受敵 一方面有來自這些不同的騎士團的入侵 那另外還有從東邊來的蒙古人 那我們也很高興的告訴大家 這是第一個以主打海戰的戰役 所以海戰新的DLC之後 我們可以預期新的地圖 還有這個歷史戰役 都會有多了很多海戰的內容 會根據情況在陸地跟海上同時展開 並且有全新的英雄能力跟機制任你使用 那這邊指的是戰役的部分 在每個章節呢 我們可以享受 或是這個玩家用第一視角去操作這些穆斯林的領袖 像土耳金、努爾丁、契爾庫赫爾、薩拉丁等等等等 那這個歷史區間呢 大概是在104到1438年 這個是也同樣是截圖 可以看到這個城門非常特殊 那這邊其實是拜戰庭 中亞的這些文明、穆斯林國家 那這邊反推到拜戰庭 東羅馬這邊 那接著是海戰的部分 那也是在新的歷史戰役中特別強調的 那估計也會有一些新的海上的單位 再來是這個 這個紫色其實是拜戰庭 這些騎兵單位在前面的拜戰庭資訊釋出就已經知道 所以我們可以推測說 這個會噴火又長得像衝撞車的單位 應該就是拜戰庭的特殊單位 那不確定說這個單位是可以直接生產 還是需要先研發一些特殊的科技 像是火器、火藥這些 才有辦法讓這個衝撞車單位可以噴火 這個單位在過往呢 像是海上的噴火船 或者是像三代的火焰投擲器 蒙火有鬼 那其實都有出現類似的單位 那也很開心在四代 也可以看到這種會噴火的單位 後面接著穿插了一張感覺跟 歷史戰役不太有相關的圖片 這是一個在日本生物群落的地圖 感覺有點歷史場景錯亂的感覺 個人是覺得有點怪 前面討論完了兩星文明跟歷史戰役之後 我們來討論文明變體 首先呢目前官方發布的文明變體資訊呢 總共有四個 一個就是中國 朱熹的遺產 阿拔斯的阿佑比王朝 法國聖女貞德 以及神聖羅馬的龍騎士團 在下方可以看到 目前已經發布的是聖女貞德 朱熹的遺產 龍的騎士團 阿佑比王朝 確定的新文明拜占庭跟日本 目前還沒有放上新的圖片進去 所謂的文明概念圖還沒放 文明旗幟這邊呢 也都還沒有補上 反而是聖女貞德這邊先放了 所以這邊感覺是 官方這邊放了預告片之後 忘記把這個國旗的旗幟先把它補上去 文明變體的部分 第一個發布的是聖女貞德 它的特性是 其實6到7成是這個文明本身的 既有內容或說是核心架構 另外去新增4到3成的獨特內容 那這獨特內容呢 可能是特殊的單位 英雄單位 或者是哲學思想 或者呢 是特定的一些歷史群體 那這邊官方的舉例是 特殊單位 目前發布的就是聖女貞德 這些在歷史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整個去影響了整個歷史上的變化 他可能是一些特殊的一些英雄 並且有許多相當多豐富的一些 史料內容 那如果今天我們可以操作一個單位 那他可能是類似英雄的角色 遊玩的過程呢 會讓你的操作上帶來許多新的內容 所以像這邊 聖女貞德的部分呢 時代1他其實就是跟村民一樣 你可以在時代1去訓練 讓他去採集資源 修理跟建造 這樣呢可以提升他的經驗值 並且在升級到時代2之後 你可以透過升級的經驗值去解鎖 近戰跟遠距的能力 一個是大弓箭 一個就是拿刀做近戰攻擊 並且呢你還可以獲得一個幫有軍單位回血的回復技能 在時代3的時候呢 你可以進一步獲得 召喚軍隊的能力 有兩種軍隊可以選 一種我記得是這個騎手 另外一種就是裝甲步兵的單位 並且可以騎在馬上 那騎在馬上的同時呢 他還可以幫你保留 原本你在時代2選的 近戰或者是遠距攻擊的能力 所以等於說我在時代2一開始呢 獲得的攻擊能力 在時代3 我還可以召喚屬於聖女貞德自身的特殊的軍事單位 那這個特殊軍事單位 也可以透過其他的軍事建築物來訓練 他其實在一開始Steam上架的時候 就有釋出這一張圖 那這個圖其實讓人比較困惑的是 這明明是法國的地標聖母教堂 可是前面卻出現了像是英國 從這個帝王修道院訓練出來的這個國王 所以當初讓人有點小疑惑 說這到底是英國還是法國 但是釋出了文明變帖這個資訊之後 大家應該就很清楚 這個就是聖女貞德 那後面就是他可以召喚的特殊的單位 到了時代4 貞德可以完成他的英雄之旅 解鎖終極技能 他手上呢會有一管火槍 你看到這個手上這一管是他的火槍 並且他召喚友軍的能力 可以產生額外單位 他的夥伴會自動升級成精銳單位 所以會非常的強 並且在後期 光是貞德這一小撮的這個軍隊呢 就可以扮演在戰場上 或者是在騷擾的時候 非常重要的 網友也分享了一張梗圖 是花木蘭手上拿了一隻大龍炮的畫面 那其實就算是跟這一次的 貞德拿了一管火槍 有異曲同工之妙 這邊是官方釋出的文明概念圖 是聖女貞德的在戰場上廝殺的畫面 那這邊也是發布的是桌布的大小 他除了聖女貞德之外 官方在Steam上也有透露了一些資訊 就是龍騎士團 這個屬於神羅的文明變體 這邊目前也只有關於軍隊的造型 詳細的機制 或說這個騎士團到底是在遊戲中 扮演什麼樣的內容呢 目前還不確定 所以後續官方有非常多的內容可以擠牙膏 像是拜占庭他的一些文明機制跟內容 龍騎士團 朱熹的遺產 還有阿佑比王朝 到底他這些概念性 或者說特殊群體 一些不是那麼符合時事 但是是有可能發生的 在平行時空是有可能發生的一些 我們所不知道的內容 然後把它作為一個新聞名 或說一個變體的題材 我覺得在後續會有非常多的牙膏可以擠 那接著是在前面一開始提到的 黑子的會員回饋 那這邊回饋只需要具有幾個資格 首先是訂閱黑子的YouTube頻道 抽獎時 或具有會員資格 並且加入滿三個月 等級的話 我們限制是黑子的小股東的這個階級 我們會抽五組蘇丹的崛起DLC來贈送 那抽獎後獎的這些觀眾呢 他們必須擁有Steam帳號 並且為台灣區域 讓黑子能夠進行正理的操作 那抽獎時間呢 會定在12月2號 所以如果還沒有加入會員的 可以趕快加入 來湊齊這個三個月的會員 黑子呢會持續製作 關於世紀帝國新資訊發布 天梯對戰狼比賽的講解 或者是一些有趣的內容 跟大家做分享 那也不定期會舉辦一些觀眾的回饋 黑子的頻道這麼的優質 那不妨加入會員 或是以超級留言的方式 來贊助黑子 支持黑子製作更多的優質內容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